百成生技推出了蔚萊姆品牌 独家研发防水抗菌无毒 TPE使用材质的厨具跟砧板 那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最近外食价格不断上涨 越来越多人在自家的厨房煮饭 但是要价数十万以上的进口 或国产高级厨具 虽然有非常漂亮的外观 却有散发甲醛毒素的危机 而且大多是肺木屑制成的密集板 碰到水就会吸水坏掉或是发霉 最近百成生技推出的未来厨具组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你看现在所有厨具备板都用三合板 那三合板最严重的就是味道 就毒素吸水 所以那个就很容易就爆开 我们已经突破用到 一样用TP食品级的 我们做到立体型的 做到完全那个发纹 立体发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 甲醛毒素会导致癌症与婴儿畸形 食物如果放在密集板 做成的橱柜里头 会吸收甲醛毒素而变质 危害到健康 最近百成生技厨具 研发出超级环保的未来木厨具 橱柜跟门板 以及未来木打造漂亮又独特的 两种汉白玉颜色 让厨房变得美观又大方 一定要讲究它的美观亮丽 所以他们过去都是用烤漆 来替代我们是一体成型的 最重要是亮丽 我们有办法做到立体自然的发纹 未来木使用跟奶嘴一样TP材料 获得台湾创新研究奖 跟世界级多项的专利 也打动意大利厨具名牌 设计制作成不锈钢艺术砧板 连中华宾室也大量送给尊贵的宾室车主 因为未来木门板是用特殊融合技术一体成型 索罗斯绝对不会崩坏 油污用水跟清洁剂就可以清洗 两种颜色的花纹是用水磨技术磨出来的 再加上保护膜使用30年不坏 达成旧地球棉砍树木棉烤漆 无甲权真正健康环保美观的目标 让居家生活更便利 更环保更有质感 记者陈文旭 萧嫂全李嘉金台中报导 包不是毒素 所以水只要进去